不经不觉在过去的五个月 我已经拍了35条有关新冠疫苗的影片 点击都已经有670多万 多谢大家的支持 里面包含很多关于疫苗的各方面 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看回旧片 今天是2021年5月8日 我想可以在一个时候做一个总结 其实在这一刻全球的疫症仍然在燃烧 当然有些地方控制得好一些 有些地方就会比较差一些 大家都知道这一刻最差就是在印度 总之来说疫情的整体方向仍然不乐观 至于大家常常关心的关于病毒变种方面 可以说这种新冠病毒 因为它的本质问题一定是不断变种的 其实当日最初病毒在中国流行的时候 那种病毒 到了它离开中国 去到比如欧洲 美国那些开始传染的话 那种病毒已经有第一次的变种了 大家现在经常用的那些疫苗 就是Moderna Balintech 复必泰这些疫苗 就是基于离开了中国 去到欧洲 美国去感染那些病毒来制造的 之后大家都知道 就会有英国病毒 英国变种 南非变种 巴西变种 甚至现在是印度变种 唯一一样安慰的就是 现在我们在用这些 Mirna疫苗 或者Johnson & Johnson疫苗 似乎对付这些新变种病毒 仍然都是有效的 那就是说 病毒一路变种的时候 可能就会令到 疫苗对抗它的时候 就不像当初那样有效了 但是如果你打完好的有效疫苗的话 即使你真是不幸 都仍然被一些新变种病毒感染的话 你是严重的Case 需要入医院 入ICU 甚至死亡的机会 都会低了很多 那当然迟些就不敢说了 那现在暂时来看 疫苗的安全性 都是相当之高的 那你说 刚刚才说那些牛津疫苗 Johnson 疫苗 会生失 还说安全 其实大家要记得 这些这样的副作用 是它是一个 Post Marketing Surveillance 就是说它 疫苗推出了之后 它不断就是监察住的情况 它监察得很紧 就pick up 到这些 血栓室的Case 那这些Case是极端小的 说的是100万剂里面 可能有几单这些Case 但是它这个制度 这么罕有的副作用 它都pick up 到的话 就是证明这个监察系统 是相当之有效的 所以这么多人都打了疫苗 而这个制度 这个监察制度 一直在运作的话 其实大家应该对疫苗有信心 即使像这些 这些血栓室副作用来说 因为它极端小的 也不是所有人都有机会的 只是局限在一些高危的族群上 所以来说如果说去限制 比如说年轻女性 他们比较高危有这个血栓室的话 就不要让这些族群去打这些牛津疫苗 其他人继续打 仍然是OK 比如说数字上 比如你每打100万剂这些疫苗 就可以预防到 我记得大概应该是千几到二千的 因为COVID的死亡个案 但是同一时间 如果你说打100万剂这些 有几个 就是可能三几个 四五个 或者少过十个的人 有血栓室的话 那你一比较之下 其实打疫苗的好处 仍然是多过坏处 小心一点就可以了 好 接着就讲一讲大家对疫苗的抗拒 我想这个有几方面原因 第一就是疫苗 尤其是新技术的疫苗 MRNA疫苗 大家会觉得 这麽短时间就走出来 用这麽新的科技 以前又未试过的话 那很牙烟 其实大家可能误会了 这个MRNA的技术 已经在数以十年计算了 但是就未有机会应用出来 刚好现在有疫情 因为它是一个很快的方法 亦都可以大量生产 所以它就用了这个方法 来研究疫苗出来 那结果呢 真是相当之不错 效果非常好 第二方面呢 主要就是有一些 很多很不正确的讯息 流了出来 那大家知道呢 这个资讯爆炸的年代 谁都可以发声的 那大家很多时候就会收到很多不同的讯息 很多时候都未必是正确的 要做一个很有效的疫苗 再去说服人打 是非常难的一件事 但是你要把人吓到 吓到他们不够胆打 是非常容易的 那我都经常有人留言给我 就是说 我在哪里哪里看到 哪里看到哪里 哪里说过 这些疫苗可能引起什么什么的负责 那你评论一下吧 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 就是说那几个人 怎样可以推翻了 全世界这么多的 医学专家的意见呢 就是因为那几个人 说了几句可能出位的说话 那大家就不打了 那就非常可惜 但是这件事真的很无奈的 其实在疫苗出现之前 我都已经拍过一条片 就说过 疫苗出现之后 大家必须要注意的事情 那其实呢 大家都可以看回我这个旧片 那真是神预言 差不多100%应验了 就是恐惧人的心魔 很容易就可以挑起到 令人做一些不理性的行为 第三 当然大家都知道了 就是把疫苗的疫症 就政治化了 我始终觉得 疫症或者病毒这些东西 是一些公共卫生的问题 而不是一些政治问题 那当然大家会觉得 我有很多的看法 我觉得 就是我不会打疫苗的 因为我的立场是怎样怎样 这个我尊重的 不过呢 或者我们换一个角度 我们想一想 病毒怎样看我们先 其实呢 我觉得病毒看我们就等于 我们是一只一只在实验室里面 种菌的培养铃 其实是一个一个好像玻璃的瓶 里面有些好像啫喱 里面有些营养 就可以擠一些细菌 把菌种出来 那么病毒看我们呢 其实就是等于 一个个这些培养铃 那我们又看看 因为这些培养铃 就有个盖 那如果你打了疫苗的话 那你就好像有一些 盖了盖的培养铃 那如果你没有打疫苗的话呢 就等于打开了盖的培养铃 那病毒呢 其实就不会想 培养铃有什么想法的 他只会看到就是说 哪个培养铃是打开的话呢 那我就有机会就走进去 去生长啊 去变种啊 这样的而已 那也有些人说 哎 我不打疫苗是我的自由啊 这个我觉得 都某程度都有那个理由在的 不过呢 我又觉得这件事呢 就有商榷的地方了 因为呢 比如说你当你不幸运 被一些生寿的铁戒到这样 那你去洗完伤口 去医生那里 那医生问你打不打破伤风针 可能有机会有破伤风的哦 那你说 哎 我不打 我就有什么都是我负责人了 那就是 如果不幸运 touch food 有什么事的话呢 那其实就 那些破伤风 都是影响你自己而已 那又不会影响其他人 不会传染给其他人的嘛 那这个你签个纸 你说什么我都负责 那就OK了 那但是新冠病毒就有个问题呢 就是说 如果 譬如说你很年轻 你很健康的 那实际你真的感染新冠病毒 会严重的个案 非常之低的 那更加不要说 哎 就是死亡的个 机会也都极低的 那但是就是 你会不会想一下 就是说 如果你真的感染了 你自己没事的时候 但是接触到你那些人 里面可能有一些高危的族群 那比如有些老人家 有些有长期病患 有些在做化疗的人呢 那如果你没事 你把病毒传给他的话 他有事的话 那又怎样算呢 那这个情况之下 是不是个人的自由凌鸽了去保障 和社会其他人的利益呢 那这件事呢 大家都可以讨论一下 最后呢 就说一说我对疫情的展望 大家有没有想过呢 其实好像在香港这些地方 或者你可能住在西方先进国家的 有没有想过 那为什么呢 比如说你的小朋友呢 那些小时候打的预防针的时候 还在打小疑麻痹 那些polio的那些针呢 那大家是不是很久都没有听过 真的有polio的小疑麻痹症 那为什么还要打呢 其实那个原因呢 就是因为 虽然说你住的地方 你是先进的地方 你那里没有这个polio 没有这个小疑麻痹症 但是在世界上 有些的角落 比如在阿富汗 在巴基斯坦 小疑麻痹是一些风土病 仍然有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 会有一个人 由那些地方 飞到你的国家 然后呢 就将这些菌 传染给本地的人 而令到你感染 Covid 也是 大家不要想着 比如我这个地方 疫情控制得OK 或者我这个地方 就打了很多预防针 大家又没有问题了 就以为疫情就过去了 以新冠病毒 这个分布 广泛到这个程度呢 基本上我们都相信 应该它就真的 不会在地球上消失了 那我们要将全球疫症 控制下来 也要等全世界 一百九十几个国家 大部分的人都打了疫苗 或者免疫之后呢 才可以恢复回正常 或者恢复回 好像疫症之前那种情况 就好像有句话这样说 We are only as strong as our weakest link 就好像一条颈链那样 虽然那条颈链挺粗的 但是它其实最弱的一点 就是扣起那一点 如果你要拉扯的时候 粗的地方当然不会断 但是幼的地方一样会断 要全人类从这个疫症走出来 恢复回疫症之前那种正常情况 大家可以不戴口罩 不保持着远离 随意地旅游 就一定要全世界 大部分国家 包括落后的国家 大部分人都免疫 或者打完疫苗才可以 如果现在开始 西方国家呢 有些余力 可以帮着落后国家是好事 其实我觉得总有一天 这个新冠病毒 会变到好像现在的 普通伤风感冒 那些冠状病毒一样 是变成了一些不重要的病毒的 有两条路径可以达到这个目的 第一条路径 我们可以叫做以色列色 或者英国式 就是大部分人就打完疫苗 大部分人因为打了疫苗 有那个保护效果 令到那个病毒 不能够再大规模感染人 那么病毒最终就会失去了 就是好像蛇剝了牙一样 另一种模式 或者可以叫做好像现在印度那样的模式 那就是说是因为疫苗 打疫苗的人不够多 那么变成了大部分人 都会被这个病毒天然感染 很多人牺牲了之后 剩下的人是有免疫保护 病毒就不再能够大规模感染人 那个疫症才会过去 那个病毒才会被顺服下来 其实在我们眼前 基本上都是这两条路 所以我们希望这个世界上 尽快大部分人都能够接受疫苗注射 那么我们的生活 就希望可以逐步逐步回复正常 都不会立刻做到的 要点时间 那么大家要有耐性 那么今天就讲到这里先 多谢大家收看 请您留言、点赞、订阅 下次再见 拜拜